女人的这些缺点男人无法忍受 你有没有呢 第一个 满不在乎 不好好珍惜这段感情 时常以分手做威胁 毫不在乎你的另一半付出 女方有优越感 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高 不在乎失去 感觉自己很抢手 离开她分分钟会有更好的选择 这是双方付出不平等失衡的表现 长此以往 再爱你的男人也会忍受不了 第二个 不给男人私人空间 女人的控制欲很强 什么都要去干涉 而不懂得相互谦让 包容 理解 给她留足够的私人空间 去经营她的朋友圈 事业圈 时间久了 她会认为和你谈恋爱 失去了她的自由 第三个 否定男人 残忍否定她努力 为你们美好未来奋斗的一切 即使在她很失落 沮丧的时候 让她失去再奋斗的动力 不支持她的事业 在她低落时数落她 看不起她 积累久了 对这段感情她会心灰意冷 第四个 不懂得付出 以自己为商品前提 把恋爱当作交易 认为吃亏的是自己 对方对你付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她应该做的 而在她需要你的时候 却从不主动关心开导 她有难处 也不会设身处地地为她考虑 单一地付出久了 男方也会感到心寒 恋爱是两个人的事 女人别让这些缺点 毁掉了你们的恋爱关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